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时间9月6日 在此前的5日晚间 成都当地民众提供资讯 在该资讯的第一张图片中的文字提到 景江城市花园373栋 7栋2000多居民 必须今晚连夜整体转走 集中隔离 自动2单元1000多居民 必须尽快转走 而且一旦再出洋 整个小期6900多居民 将整体转印至广安市方舱 这是居民遵守防疫规定的严重后果 请各单位引以为戒 立即警醒起来 负起责任 拿今天入管的责任点 就一件事 真正关注三天不出洋 第一张图片中的文字提到 and所有人通知景江城市花园 3栋4栋2单元7栋 居民做好生活物品准备 即将集中转印 起宿舍期2022年9月5日 附上的第一则视频显示 在宽敞的马路上有数量大型 客应机动车使来 视频拍摄者语音提到 这些车辆都是用来转印当地民众的 附上的第二则视频显示 在漆黑的夜晚接连 不断的机动车正在忙碌的工作 针对此 我们在当地网络发现 有人发文提到 盆都封城大前天在暴雨凌晨核酸 前天在系统崩溃 昨天再等通告 今天在静默地震 现在又天鹅虎的景江花园 上万人要去隔离 多从家此下 崩溃的哭了十分钟 得哭了个爽 这个情况真的太窒息了 唯一的安危就是 还好在家 没有隔离 这可怕的一切 不知道我们在配合什么 保护什么 真的需要这样搞吗 7.15 跳下去的那么多个人 没有给在位者一点思考吗 真的非常难受 基西在今日的四川当局 针对有关防控的通报中提到 9月5日零时至24时 四川全省相关阳性个案 最新情况如下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8例 成都59例 阿坝7例 南充1例 1例由既往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在甘之新增本土 无症状感染者70例 成都31例 阿坝25例 达州7例 南充3例 阳山2例 绵羊1例 宜宾1例